轻轻松松, 上花游中 今日春光明媚, 最适合看花 现在我们路径东京街, 近长州环地铁站附近 我们看见前面有棵树, 树上的黄花正在暂放 我们的眼睛已经发光了 之前我们有影片讲过黄花枫棱墓 奇怪了, 今天已经是4月, 黄花枫棱墓的花期已经过了 难道是山山雷池的黄花? 我们走过去看清楚点 越走得近越觉得黄金闪闪, 非常漂亮 看到的名牌, 原来这些是银伦金灵木 有银, 有金, 真的是富贵的这种树 它们的树皮似而伦, 有带有银色, 有金黄色的花 所以就叫银伦金灵木 银伦金灵木和黄花枫棱墓 都是同属紫威科乐业桥木 它们的原产地都是南美洲 同系掌状福业 但银伦金灵木的小叶又比较多 通常有五至七片的小叶 银伦金灵木的花是比较多和密 它们的花期亦比较迟 是要4月才开花 在每年的1月到2月 紫花枫棱木是首先开花的 到3月就轮到黄花枫棱木开花了 之后是阳红枫棱木开花 最后到4月, 轮到银伦金灵木开花了 因此由1月到4月 我们就能观赏到不同品种的枫棱树开花 但是由于气候的变化 开花的次序每年或不同 银伦金灵木的花棱是金黄色 花型辣辣 它和黄花枫棱木的花朵十分相似 同样是花团感触 鲜艳夺木 银伦金灵木是常见的路边树种 加到两旁, 常常见到它的中绩 它和黄花枫棱木的花 那么漂亮的花 我帮它拍几张漂亮的相片 它又可以起开 银片 熟知金 它在外面中 但是它在白钵 你看它的白钵 今天到此為止 喜歡這條影片的 請給個like、分享和免費訂閱 下次再見,拜拜!